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投的加州 而目前经纪人士已经证实了这项二号 现阶段的最近情况如何 我们赶快把时间再交给记者莫祥珍告诉大家 祥珍 好的主流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掌握到的是说 黄鸿燊呢 他是在北投三河街一段过世 被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尸体僵硬了 享年36岁 而发现的人呢 据说是他的男性家属 来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已经呈现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经纪人呢 他是则已经是向其他媒体证实了这项二号 至于真正的死因 正确的死因是什么呢 他说他晚一点会公布 告诉大家 那我们震惊的是说呢 因为黄鸿燊他的IG 在21小时前 还po出了他跟小狗互动的影片 而且影片当中呢 他是用手拍大腿 叫小狗过来 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互动 其实感觉他在21小时前 应该还是蛮健康的 这个状况到底会是怎么样 死因到底为何呢 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我们之后也会再进一步 为大家来报道 那我们知道呢 小鬼黄鸿燊 他是2002年的时候出道 到现在呢 他有主持综艺晚很大 是已经跨足影歌式三期 是全方位艺人 所以他今天 传出这项二号 是真的是让大家相当 感到相当震惊 那他在IG除了昨天 21小时前 有po出这个小狗的互动 四天前呢 我们也还可以看到 他其实还在出玩 很大的外景 而且跟其他的队员呢 都是在泥地里面 玩得满身是泥 相当的卖命 虽然他日前也有 在他的IG上面说 他没有入围金钟 然后跟奖上无缘 但是呢 他说 他觉得这一季的玩很大 是更强大了 那我们再看到呢 除了昨天 21小时前的 那个po的影片 在两天前呢 他还有跟其他的人 一起工作 po出一起工作的照片 看起来都是 没有什么异样 但是今天到底 他怎么会 突然出现这个消息 那我们也会 持续为大家锁定 以上就是我们现在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镜头交换棚内